莲花雾,藏色散人一箭劈开门槛,看着只有家仆与几个刚捡回来的孤儿门生,吃笑道,还真是凄凉呢,原来,在扩音符放出后,得知江家四口认为江家除了他们以外,全是家仆,在江峰眠回来后,江家克清长老直接名黄黄脱下家袍退出家族,与紫渊破口大骂,吃了我江家大米,说退出就退出, 当我江家是什么地方?长老,修真借名黄黄的规矩,加入世家只要脱下家袍就可退出,怎么,你们云梦江是与众不同吗?与紫渊,下等之人,岂敢与我如此说话?长老,与紫渊,你修为已废,子殿已毁,拿什么在这呛声?拿你可笑的尊卑论吗?与紫渊,我可是江家主母,你敢对我如此说话? 克清,笑死了,我们都是加入家族的克清长老,可没卖身给你们江市,你算哪门子的主?莫不是认为你云梦江市,天下无敌了?长老,我们可没有做这莫须有家仆的想法,要做你们还是自己做吧,别逼我们动手。 你的丈夫江风眠可是重伤,你无修为无灵力,你的儿女就更不用说了,别逼我们动手。随即转头号召道,走。 与紫渊,你,你们,家仆,都是家仆,怎么敢?你们怎么敢?江风眠,闭嘴。 与紫渊,江风眠,你就是个懦夫。我就是瞎了眼,才看上你这个不成器的男人。 江风眠,与紫渊,你个泼妇,若不是你逼婚,你以为我会娶你吗? 与紫渊,我就知道。你根本不爱我。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江风眠,我爱不爱你,在你逼婚的那一刻,你不就应该知道吗?你别自欺欺人了,我本就没有爱过你。 与紫渊,啊。江城恍惚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舌头痛到不能自疑,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明明我只是对一个家仆之子脱口而出而已,为什么我的舌头没了?娘的修为废了,爹也受了重伤,娘不是说了吗? 除了我们,其他都是家仆,他们凭什么?凭什么退出江家?他们吃了我们多少大米,凭什么退出?凭什么一走了之? 江燕离,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阿娘,阿娘只是刀子嘴豆腐心啊。 再往里走,江家门声纷纷脱下家袍道,江宗主,我们要退出云梦江市。 为主家效力是你们应该做的。江家门声,我们都是有父有母的,我们的父母可不是你江家的家仆,我们是入江家修炼的,不是来给你们当家仆的。 余子渊,你,你们。江峰眠,这次是内子刀子嘴豆腐心,你们是我的徒弟,我会好好教你们的。 相信我,好吗?江家门声,江宗主,别装了,我们可不是傻子,你的夫人一字一句皆出自本心,谁人不知。 刀子嘴豆腐心,也不是谁都是的,你的话骗了我们这么多年,也该有了断了。 江峰眠音狠道,既然如此,那我,江家门声,江宗主,你现在可是重伤,我们呢? 也学了挺久了,金丹也结了,你觉得一个重伤的你和一个没有金丹的余子渊及一个一瘸一拐的江城,能挡得住我们吗? 江峰眠,你们非要退出吗? 江家门声,我们是自己退的,带出去后,自会广而告知,如若江宗主还要脸面,那就好聚好散。 江峰眠手紧紧握住,眼神紧紧盯着江家门声,江家门声则指示江峰眠,没有一丝胆怯。 江峰眠,既如此,那你们就走吧。 江家门声,那就,多谢江宗主了。 江峰眠咬牙切齿道,客气。 瞬间门声,客清,长老都走了,整个莲花屋就只有卖身器还在的家仆与无家可归的孤儿以及江峰眠一家四口,凄凉无比。 整个云梦将是刹那间像个笑话一般令人耻笑,江峰眠沧桑无比,看着于子渊愤恨道,于子渊?怎么样?你看看,这下你满意了吗?满意了吗?你就是个祸害,我当初娶了你,就是我倒了八辈子的美。 余子渊,江峰眠,你这个懦夫,你自己没用,却只会窝里横得闹肿。 江峰眠,你给我闭嘴,我真是不得不说,你自己不休口德,没用脑子,还将江城带成了你这般没脑子的模样,你可真不愧有子蜘蛛的称号啊,连阿诚都像足了你。 你一点都不为云梦将士考虑,满脑子只有你自己。 还有阿黎,哪个世家嫡女只会厨房事务? 你重男轻女如此之重,真以为一个家族的当家主母只要有你这样的母亲就足够了吗? 你不仅做主母不够格,就连做妻子你都是失职的,就更别说是一个母亲了。 有空跟我吵,还不如想想没有金丹的你以后该如何吧。 于紫渊,江丰眠,你只会说我,那你呢,你是合格的丈夫吗? 你给过我安全感吗?你又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吗? 你问阿诚,他,可曾得到你的重视。 你问阿黎,你可曾花时间在他身上。 你,江丰眠,除了除碎就是算计,你只在乎别人,你在乎过我吗? 在乎过你的儿女吗? 江丰眠,他们现在都像极了你,我交与不交,又有何区别? 于紫渊,江丰眠,江丰眠,再吵,我就休了你。 于紫渊,阿! 江丰眠门而出,不予理会,江城浑浑噩噩,江艳离泪流满面,脏色散人,雇人来访,怎么不欢迎一下呢? 江丰眠走出来,阴沉着脸,脏色,有何贵干? 脏色散人,江丰眠,几天不见,还真是沧桑呢? 江丰眠气到想把脏色散人活寡了的心都有,还不是拜你们所赐? 脏色散人,哎,这话可不能乱说。 我们啊,不过是说出事实罢了,若不是你的夫人,有着那高昂的嗓门和那不堪入耳的字眼,我们也不会这么成功啊。 江丰眠,你们果然是蓄谋已久。 脏色散人,江丰眠,当初我夫妇见到你江市的求救烟花,前去支援却空无一人,这里面当真没有你江丰眠的手笔吗? 江丰眠,你们没有证据,脏色散人拿出一块紫色布料及一个江市清新灵道,那你说,这是什么呢? 当初,在脏色散人与魏长泽同意加入慕容家族后,慕容小小来找过他们,慕容小小,魏大哥,云姐姐,聊聊。 脏色散人,小小,这么晚了,你不就请,来找我们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魏长泽坐在脏色散人身边一脸疑惑,慕容小小,魏大哥,云姐姐,你们应该知道,我是刚好去除碎,才救了你们吧? 脏色散人,这是自然,你说过我们记得的,慕容小小,我记得当初你们是看到云梦江市的求救烟花才去的吧? 脏色散人看了魏长泽一眼道,云梦江市在江峰眠手上忘恩负义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也就我们夫妇傻,才会再一次相信他。 魏长泽,是我瞎了眼,慕容小小,算了,既然魏大哥和云姐姐是我们慕容家族的人了。 有些事,还是要说的,脏色散人,何事,慕容小小,拿出一块紫色布料,及一个江市清心灵道,这两样认识吗? 魏长泽,这,这是云梦江市的布料,和云梦江市独有的清心灵。 脏色散人,江,风,棉,脏色散人,魏长泽,你看你教的什么兄弟? 这算哪门子兄弟?背后捅刀子的兄弟吗? 魏长泽,我,是我识人不清。 脏色散人,当然是你识人不清,才会对这种人真心相待。 魏长泽,我,慕容小小,云姐姐,还有哦,脏色散人,还有什么? 慕容小小,你可知,当你除岁时有人正虎视眈眈地看着小阿英。 脏色散人心神悸动,什么意思? 慕容小小,如若你们二人死在蟒蛇腹中,结界自然会自动消失,那小阿英就是独自一人。 一个人的小阿英看不到你们会慌张,会哭泣,如果这时候有人出手帮忙,你说,小阿英会不会信他? 如果没有出手帮忙,而是让他在怡灵蹉跎几年,再像神仙般出现在小阿英面前,你说小阿英会是什么感受? 脏色散人,会,会觉得,会觉得这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自己需要对他好,魏长泽。 如果事情这样发展,那慕容小小,没错,如果像阿英这样的性子,阿英会认为他是好人,对自己好,自己应该努力对他们好,所以阿英就如同脏色散人,死士。 是死士。 江峰年想让阿英成为他儿子的死士。 欺人太甚。 简直欺人太甚。